这个手指是我的手指已经完全是贴在皮肤上面的 所以这个伤口大概跟我的食指一样大 我的食指大概 1 2 3 4 5 6 7 大概7 8公分吧 这个伤口 然后一开始这个伤口的 它现在已经是去近于平面的 肉都已经是处于平平的 比较偏平的 其实这个伤口之前是完全是往内切凹进去 它是割到陶瓷 所以它是有一个凹骨陷进去 甚至在这一块的地方是最严重的 它整个肉 它整个是往内肉里面陷进去 增进去 所以有一个看不到的缺口在里面 可是连这个看不到的地方的肉 它也已经慢慢长出来了 这个看不到的地方已经长出来了 对 虽然现在已经变平面了 已经从之前受伤到现在一个礼拜 使用美宝 给效果 请问有什么要补充吗 嗯 那个 那个 瘀血啦 然后 你怎么擦 瘀血吗 我照你的脸 好 这个瘀血 瘀血我怎么擦 流血 瘀血的时候 一开始我使用那个棉花棒 然后用那个蒸溜水 蒸溜水有分洗眼睛的跟洗伤口的 所以我们就买洗伤口的 拿棉花棒 然后一开始出血量大的时候 比较容易感染 所以那个时候呢 棉花棒换得比较频繁 然后注意伤口啊 流血附近啊怎么样 然后美宝那时候我会上比较深 比较厚一点 因为当时有很多肉 肉的地方是凹进去的 所以为了让它均匀的吃到美宝又浮厚一点 然后现在的话 宝宝的大概就可以了 嗯 一开始之后 哎 洗伤口的浓液啊 跟美宝大概三四四五个小时 再换一次 然后把上面的那个组织液 跟美宝去下来之后 再用 呃 生理咸水 还有棉花棒把它洗干净 整个洗干净之后 再用干的棉花棒吸干 再上新的美宝 对就是有美宝就不会结痂了 对 美宝就是要在伤口上保持湿润 呃 有美宝就不会结痂 所以它肉就会在 那个美宝的 那个营养里面 慢慢的一个一个长出来 从里面长肉 好 结束 可以吗 就是不要 最好不包啦 对最好不要包 让它曝露在空气里面 好 好 好 这么快就对了 嗯 好 超级快 好 结束 结束了吗 嗯